你们不要再幻想了 我之前不打破过你们吗 什么幻想幻想来幻想去的 一天到晚还老公老公真逗 手都牵不着还老公呢 真逗 不要做这种幻想 好好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遇到一个自己 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对的那个 到时候我开直播的时候 告诉我 你们有孩子的时候告诉我 我一定会祝福你们 我是你们涛哥 我是你们老师 知道吗 我天天一天到晚啥也不干 上来给你们上课来了 我一天的 又是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家庭问题 教育问题 上学问题 工作压力大 上学压力大 你什么压力不大 一天到晚压力大大大的 那干什么 那躺床上去呗 你躺床上 我跟你说你都有压力 你天天看人跑来跑去吃喝拉撒的 我们本来人生下来就是 对吧 祝福你你有孩子了 肯定祝福你 你已经找到了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God damn 我太 恭喜你 妈你少买点 你能不能别买那么多 妈求你了 他每一款买一个 每一款买一个 女孩他就是会这样 我妈还女孩 哈哈哈哈 哈啰 我这没开美颜 我没有美颜 谁漂亮 我从来不用美颜 我都是 我也不用 最好有最好有买 买20个便当 妈你少买点 你能不能别买那么多 我去乎你了 你买那么多款 我真的受不了 我妈我每一款面膜 我妈全买了 我都不知道他用在哪 你知道吗 全身可用 我妈刚给我发了信息 在给我看他的那个购物车 我醉了 我都不知道哪有这么多人 我都不知道用在哪 阿姨给袁臣一次机会 一定会爱上我们袁臣的 他每一款买一个 每一款买一个 你别这样行吗 妈求你了 哈哈 都想美美的 你美美什么脸 你用这么多款皮 那么多款面膜 那么多个品牌 女孩他就是会这样 我妈还女孩 哈哈哈哈 大女孩 妈你是女孩子 你听见没有 天 说你女孩子 对 阿姨你是个大女孩 刚刚AK直播的时候才三万人 你出来这么多人 嗯 好年轻好漂亮 阿姨好好看 婆婆真美 好漂亮好看 为什么我死了 本身就是觉得我时候 随不下手 那个时候你又没有枪 正常逻辑来说 你就该死我了 我怎么不打死我 你还光说仇恨 你觉得 我就让他送死了 你七八百多 你为什么又开架了 哈哈哈哈 锅的吃鲜不知道啊 我卖面的 我不是卖锅的 兄弟我哭了 送的锅 你何必这么挑技能 你们送的 送的 不是卖给你们的 我是卖面的 不是卖锅的 啊 今天这个盘子 今天的这个碗 我要不送给你们 我不把里面葱给你带过去 我都不姓黄 我黄子潮别的送不起 锅碗条盆香菜大葱你们随便选 服务不需要到位 你想要葱不可能 你盘子必须打死我送你 你必须得要 我刚刚忘了 我这儿还有两个勺子要送出去 这两个勺子要的给我扣个一 我一共有四个口味 元气厚 厚乳 和浓情番茄 和酸酸辣辣 和地狱辣味 然后还送你们一个锅 锅就是我在用的时候 面饭的时候 就会有人给你们上门 帮你们泡一下面 然后就可以走了 煮几分钟 你们又要看锅又要看面 锅是送的 锅不是卖的 锅是送的 质量没问题 这锅你要什么质量 就是能泡面能吃不就行 那锅有质量吗 你正常的锅在家里是怎么煮的 这个锅就是怎么煮的 锅的功率 锅的功率 你别急 我卖的是拉面 我不是卖锅的 你等我看一下功率 我最 我的功率是多的 锅的功率是多的 你等我看 锅有鸡蛋 锅有一档 就一个按钮 锅内有了 额定锅内455 锅的直径不知道 我卖面的 我不是卖锅的 兄弟我哭了 这个锅质量很好 它放在这个地方 插上电 把盖子一盖 按一个按钮 至于直径有多大 我不知道 放一包面进去是够的 锅也不能吃 好吗 防烫啊 这锅 我不知道 我没亲自泡 人家送的锅 你何必这么挑剔呢 能用不就行了吗 人家有证书 人家送的 送的 不是卖给你们的 我是卖面的 不是卖锅的 哦 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给我做这种表情了 就598块钱 你是老板吗 你做了牌子吗 亏你的钱吗 少一百能死吗 你告诉我 你说话 我才知道了 你再出这样的表情 就别干了 就别干了 你卖了多少家 我卖了500多单 比你差一点点 我现在卖了多少单 600多 那你不行啊 我还破价了呢 我还可以便宜一点 我也觉得 你负了多少 本来要卖400块钱 算了10块钱没关系 对 10块钱没关系 我这样 这样 我送三件 送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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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三件粉色的 消 这样好 我们三个人身上的这三件 喜欢但是没钱买的 没关系 我扣除也没多少 但三件 你涛哥我是送的起的 送三件给你们 好吗 这件衣服 我给你们打1.8折了 这么便宜吗 咱们去年可能卖998 我很对不起去年买这件衣服的 真的对不起 1.8折肯定要亏钱吧 亏点亏点 没关系 三千五百九八折的 那你扣1.8折 1.8折是 把那三千块钱给你们省了就五百九八 上车来 说 别考虑这 不要说话 别说话 无所谓 你自己去算 算完了你到时候发信息跟我说 一千 一件亏三四十没关系 不只要 没关系 对我来说三四十 是 小钱 我老板有钱 来上车 三千块钱全部给你们省掉 就598 省三千块钱 你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给我做这种表情了 就598块钱 他总的 我降低点走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老板吗 你做了牌子吗 亏你的钱吗 那那一百块钱 你给人家 这这个衣服买到 人家能穿一辈子 你差那一百块钱吗 你飞轿加到690万 你就开心了 是不是 少一百能死吗 你告诉我 你说话 我说你到了 你不要 你在我每次吃播的时候 我自己的衣服 尤其是我在播 Yankin'unboss的时候 我自己破自己的价格 没有任何的问题 听懂了没有 你再出这样的表情 就别干了 就别干了 这一个官方的一个 一个杯子 这是69块9毛钱一个 就你在我的直播间 多少钱 多少钱 你说了算 你想多少钱多少钱吧 我知道价格 不需要你提升我 老板你 没有 没有老提升我价格 在我这儿 老板你轻点 今天在我直播间 还是我的几率数字 6块8 但是不是开玩笑 6 6千2加了3 36块8 没了吗 没了 不过我在家 我怎么卖每一次 我不让你们背 我永远背这么点 已经很多了 因为保温杯现在是秋冬 就是人家要买一套的 人四个要搭配起来的 老板我先打电话 几天 五天 一个杯子走五天 三天 马上 一个杯子 马上给这三天 你要你让我直播间的人 买一个杯子走五天 化妆服就算了 买个 买个杯子 可爱的杯子要走五天 我买个杯子 可爱的杯子 我等三个小时 我都等不了 你要人家走五天 马上吧 能不能发 能 那为什么刚刚说没有现话 没有 没有 在不如现在和这群人 天天在这 我自己 我在这卖 不还跟我开戏演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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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演戏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要三天 这边跟我开始说 这边跟我说 因为有裤子 你先给我忘了 再看上去 真的要三天才能发 我说了 咱们卖点东西 不要跟我们的顾客 去了这种套路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意义 真的要三天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好 是 全国的杯子加水 还是生产不到 全哥你才给我开玩笑呢 你已经卖了两万千了